一班先賢獻上一生 建造了今天的香港社會 福音線區 斯加布羅會歐特愚臣庫 在2019年1月5日 在加拿大安息主懷 他曾經服務香港唐區 並駐港擔任亞洲主教團協會秘書長 歐特愚臣庫1938年生於加拿大的東部 1963年進度後 逢派到巴西的亞馬遜地區傳教 1968年回到加拿大 來修讀神學碩士課程 1971年至1974年 他再到巴西服務後 回到加拿大 在加國支援有關拉丁美洲 尤其是巴西的傳教工作 1985年至1988年 他曾經在加拿大一所合一神學院 擔任院長和在那裏任教 歐神父1988年奉派到香港服務 曾經在香港和台灣學習語文 他亦在聖神研究中心 擔任研究員三年 1988年至1997年 他服務大圍聖歐爾法堂 戚柱聖阿納堂 大埔聖母無店之心堂 和花園道聖約室堂等等 1997年 歐神父回到加拿大 擔任斯加布羅會的領導層 和主管該會的宗教教談單位 2002年 歐神父重臨香港服務 牧養紅磡聖母堂 和爬馬地聖馬加利大堂的英語團體 2005年出任阿協副秘書長 2012年起擔任協會秘書長 推動亞洲教會的聯繫 與各地主教見面並且促進合作 到訪亞洲教會團體等等 任內亦都幫助阿協推動氣候 與生態項目等的工作